大糖選回復 選擇嬰兒背筋有標準 使用更有注意事項 黃醫生這個嬰兒背筋 到底要怎麼樣正確使用 因為其實最近澳洲有一名 疑似嬰兒就是因為背筋 沒有弄好 然後猝死 然後美國過去的二十年 有十四期這樣的狀況 疑似就是嬰兒背筋的狀況 造成嬰兒猝死 那到底我們怎麼樣選用 或是怎麼樣使用 才是可以避免安全 危險的 美國的消費者委員會 倒是有一個 二零一七年的一個 嬰兒背筋的安全標準 我覺得這個可以回答大家 是 我們都知道嬰兒的背筋 基本上我們會 第一個是建議它 所以四個月以上 你才可以開始 這個背著小孩出去 那在那之前可能是 嬰兒車比較安全 那以前可能會有一些 嬰兒的這個背筋 它上面會寫公斤數 那一般規定是在 三點六到十六公斤之內 那很多人說 我的小孩三點六公斤 可以 但是不要忘記 你的孩子可能還沒有四個月 他雖然胖可是他的脖子 還沒有很低 還沒有力氣 對 好 所以這個部分要注意 那現在的背筋 再根據這樣的一個規範下來 上面也要寫它的沉重 這個最大的限度 通常我們希望是體重的 這個三倍 負重量的三倍 才不會背到一半 斷掉 那斷掉這樣就很危險 好 那這個是這個部分 是背筋的廠商本身 在製作的時候要注意的 那使用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已經四個月以上了 頸部都已經好了 那有一些那種一片式的背筋 雖然很方便 可是目前因為沒有 這個所謂的安全的報告 來證實說 在你四個月以下的寶寶 窩在這個平躺 窩在這個一片式的背筋裡面 是完全安全的 所以目前這個是一個 沒有背放在建議的規範裡面 就是說四個月以內最好 你如果不要用這種一片式的 甚至四個月內 還是躺在嬰兒車上 是比較好的 好 那講完這一切之後 剩下的就只能靠你自己觀察 我的孩子已經買到好的背筋 那背的時候我就是 不管是前背或後 就是這個朝前或朝後 我看一下他的口鼻 有沒有被悶住 這個變成是家長自己 隨時要注意的部分 對 了解